昨天說到 龍姆知道金龍有難之後 就急忙駕起雲頭 一直來到譚元埃的家 他入到譚家大院 來到廚房大水光旁 才找到了金龍 他批評了金龍一陣 教了他脫難和恢復法力的一些方法 然後就飄然而去 再講這個譚德金 他拜了龍姆 將金龍遇難之事稟告之後 就由月城返回出頭村 這個時候 已經是無矮蒼亡 譚德金叫張福來 將馬牽入馬鵬 自己就急急腳走入廚房 來到大水光旁邊 對水光裏面的大草魚說 神龍 神龍 我月城回來了 金龍聽見譚德金的聲音 興奮地浮上水面 對他說 誒 魚妹 辛苦你了 我娘親已經來了 譚德金聽完 高興地裂開嘴說 既然是這樣 那 神龍你 就不用困在這個水光裏頭 不可以不可以 還有勞玄愛幫忙 我才能夠重獲法力 那 那怎麼幫 金龍又感激地說 遇上玄愛 真是那個金龍幾生修道 那 玄愛 救我的方法只有一個 你快點要找一些冬葉來 先用滾水煮過 再用冷水洗滴一次 那 另外 你拿十斤糯米 用水浸半天 再拿綠豆五斤 用石棕 棕爛它 然後 用煮過的冬葉 將糯米 綠豆 以及豬肉 芝麻等配料 裹成碗狀 將粥面綁紮結實 放入大鐵鍋裏面 熬煮一日一夜 然後 每日 你為我吃一隻 這種冬葉裹著煮好的食物 只要由初一吃到十五 我的法力 就會恢復的了 譚德金點點頭話 神龍你放心 我就按照你所說的去辦 說完 譚德金 就徹夜不眠 安排家瀑 籌備一應物品 又忙了一日一夜 終於 將那種冬葉果主的食物 熬製好了 譚元外 叫家暴揭開鍋蓋 蒸氣升騰起來之後 就在一股蒸香 撲面而來 譚元外拿起一隻 不顧滾熱燙手 親自解開了竹裏 剝去冬葉 隨即 聞到濃濃濃的香味 煎原來雪白的糯米 現在經過長時間的熬煮 滲入了冬葉的綠色 變得淡淡綠綠 譚元外 口水直流 忍不住 用筷子 拿去一點 放入嘴裡頭 嘩 香濃酥化 黏滑和美 真是無與倫美 譚元外 不禁大聲讚嘆 妙妙妙 這簡直是天上才有的美食 讚完之後 元外 才想起這些東西 是用來救神龍的 於是 他急忙拿去水江那邊 一點點 一點點 投入水裡 等金龍吃 一日三次 譚元外 都堅持給金龍餵食 從間斷 餵食那時候 譚元外 只是獨自一個人進去 跟金龍有講有笑 兩個 還成為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 轉眼 又到了農曆十五 這日一早 譚元外 好像往日去餵金龍 嘿嘿 真是奇蹟 天那條大草魚 吞食了最後一口糯米之後 在水江裡不停地游動 越游越快 後來 又不停地跳躍 水花飛箭 忽然間 一聲巨響 大水光破裂 水流到整屋都是 是 隨著這聲巨響 屋裡面金光惑亮 耀人眼目 當譚元外 增大眼睛的時候 大草魚已不見了蹤影 面前 刻然站著一個青年書山 手搖金色指線 微笑地看著他 譚元外感到惡然 咦咩咕囂地問 寞 你是 ң愷 我就是金龍啊 年輕書山 心躱一躬 感激地稱 Ans 多謝元外救命之恩 譚元外高興地稱 яг元外喝 哈哈原來神龍 不必客氣 我不太举手之努 又何足挂齿 金龙又对着沿岸一溢到地 大恩大德 金龙冥记于心 现在我该回去星湖 今后你有什么事的话 可以随时去找我 谭沿岸又急忙问 神龙 你神秘莫测 经常见首不见尾 我要找你的话 应该怎么找呢 这个好办 你要找我的话 可以在晚上指示 到湖边天主岩下边 叫喊三声金龙 我就会上岸跟你相见 说完他脚一顿地 躲一团金色烟雾 就轻飘而去 各位 金龙不是食糯米失去了法力吗 现在食糯米又为什么可以恢复法力呢 原来 他不单好味 还对人体很有益 此后 出头村的人都经常煮来吃 并且一直流传到今天 这种食物 就是用冬叶火炙来蒸煮 所以 村民就跟他起了个名 叫做果精 这些果精 也就是现在文明海内外的 肖庆果精 好了 我们闲话小题 言归正远 自从金龙走了之后 谭德金的铁公鸡的本性 又难以 他后悔地想 为了救金龙 我花费了不少银两 为什么 不向他要的宝物 来做报答呢 就这样 到了那晚子时 谭德金来到天柱岩下的湖边 环顾四周无人了 扯起一条喉就叫了 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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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金龙听到叫声 他会不会现身呢 当然会啦 话说那条躺在湖底的金龙 听见谭德金叫哭他 就立即喘上水面 这件湖面喷出一条水柱 随后 水柱顶托着金龙 跃到空中 金色班龙落地之后 水花散尽 金龙又变成年轻书生 山山山地来到谭德金的面前 谭德金又惊又喜地说 嘿嘿 神龙 深夜打摇 不好意思 我有一件事 想请你帮忙 就怕 就怕为难你 金龙承智地说 如我 那我救命因人 有什么事 只管直说 我定尽力相助 谭德金试探着话 我 我虽然也有些钱 不受食不受住 但也非大富大贵 那现在我想做一些大买卖 赚多些钱 为自己的子孙后代 尽量多拿些积蓄 因此 前来向你要一些金银珠宝作本钱 金龙爽快地说 我这个好扮 那你在我身上 揭一遍金轮 回去之后 用剪刀剪成碎片 叫一声 变 那就会如你所愿 说完 金龙就掀起了衣服 谭德金高兴地揣到金龙身边 伸手抛着金龙身上的一片金银 用力一掛 金龙紧咬牙关 强忍着痛楚 等谭德金将龙银掛掉的时候 他已痛到满头大汗 伸子阵阵打战 谭德金拿着金银回去 兴奋到连教都睡不着 连夜剪碎了那片金银 低声一喊 变 哎呀 真是神奇了 那对碎银银转眼间 就变成了金银珠宝 谭德金看到 眼都傻了 谭德金得了这些金银财宝 建了一间金壁辉煌的大宅 收了花园 买田又买地 几条街的店铺都是属于他的 真真正正是发了大财了 另外 谭德金还存了三妻四妾 日子过得比神仙更快活 从此以后 谭德金中日吃开嫖妥岛过着声色犬马 揮金鱼兔的生活 他财大气粗 成了当地一霸 没有人敢招惹他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这一年 九雨城路 西江部将顶托着星湖的湖水 使得星湖随时都有缺提的危险 端州府上下官员和百姓 就夜上提 但是 看着缓缓上升的洪水 毫无办法 谭德金的大宅和店铺 就见在风景美丽的星湖边 他生怕洪水冲走他的家财 终日愁眉苦脸 沉不眠 食不安 端州的知府 眼见洪水不断上涨 也急得好像热镯上边的蚂蚁一样 连忙招集手下官员 商量应对支撑 当晚 端州的大街小巷 贴满了官榜 谁能够献责保住提位 降伏红魔 将上报朝廷为他家官进着 谭德金在村头那里看了官榜 心痒痒 他想 我现在已是邀前万官 钱是有了 但是没有做过官 人家做官的前夫后勇 几威风 这个不正是风官进着的好机会 想想想 他又想到了神通广大的金龙 这一晚 又到紫时了 谭德金独自来到天主岩下 站在湖边对着茫茫的湖水 两只手掌放在嘴边 合成喇叭的样子 喊了三声 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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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 他又反复大声地叫 叫得喉咙都咬了 各位 这次金龙 为什么不认呢 原来西江上游洪水告急 龙母 叫金龙 离开了 他们兄弟五人 和母亲 调来了虾兵蟹杖 分流 劈水 很不容易 才将上游的堤为 保住 但是 当上游平安无事之时 下游又告急 他们又赶往下游 和洪水挖船 就是这样 谭德金 叫来叫去 金龙 都没听到 再说谭德金 他叫了一阵 还是不死心 他休息了一会儿 又反复地大声叫 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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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次静了 先水柱涌起 金龙就跑了出来 原海 这次又有什么事 原来 谭德金第二次 叫喊金龙的时候 金龙刚刚赶回星湖 金龙听起因人叫他 又化身出来 和谭德金相见 金龙向谭德金说 英公 有事快点说 金龙一面焦急 他是担心顺色万变的洪水作恶 但是又不能够不理救命因人 谭德金 谭德金 愁眉所起 假声声地说 神龙 神龙 我本来 不想连夜打扰你的了 但端州的老百姓 被红波所困 我这个大善人 不能够见死不救 那只好来找你 不知道 你愿不愿意帮忙呢 金龙以为谭德金 要他退红波 就神色庄重地说 嘿嘿 就算恩公你不来找我 我也会想方设法 用辟水神珠 去救助香文 谭德金就连忙说 好 不枉我当初救了你 那 快点将辟水神珠借给我 好想救助那些受灾的百姓啦 金龙想了一想 我去 和他去 都是一样的而已 既然他都这么有心 就等他去呢 于是 就将辟水神珠 交给了谭德金 有了辟水神珠 洪水 很快就退了 洪水退后 谭德金果然接到了朝廷的任命 在当地吃捧鹿 他不单止有财 而且有势 成为了当地的达官显贵 那当然啦 那只辟水神珠 金龙是要拿回的 因为这只宝贝 是他的命根来的嘛 好了 当了官之后 谭德金的生活 过得更加荒淫无道 还玩弄权术 拉邦杰派 欺压百姓 再讲金龙 他自从治理好星湖 和西江水患 就去了云游 所以 对谭德金的所作所为 竟全然不知 好快 一年的时间 又将过去了 这一日 新春佳节到了 那一年几日 谭德金安座家中 收人送的礼 收到手都远了 那晚 正当他点住的银子 和送来的礼物的时候 他第八个妾屎 鱼肉 就杀住嬌 走过来说 老爷 这么多水渡 真是好 这个谭德金 收这么多礼 有什么用呢 我们家里又不是没有 如果 如果有一件稀世奇珍 那就好了 谭德金 半笑半笑半闹地说了 傻的吗 你 哪有这样的奇珍 鱼肉 我敢说 想了一会儿 觉得又是 几有道理 于是 当晚 又来到 星湖天主岩下 话说 金龙这两年 养成了的习惯 就是 春节前的两三天 无论去了多远 总要赶回来 星湖小住 一来 他喜欢吃果精 二来 可以和七星聚咎 今年 他也没有例外 所以 前几日 就回到星湖了 好了 话说谭德金一年 叫了三声之后 金龙就约出湖面 他就问 恩公 今晚今夜 又有什么事 要我帮忙啊 谭德金故意 弄了几滴眼泪出来 抽泣住话 神龙啊神龙 我有难啊 我 我得了急病 怕不久于人世 说到这里 他从故意停了停 抽泣了两声 接住又说 听醒里头的明依说 除非龙眼 不然的话 就算神丹妙弱 也都不能够救我 神龙 你就行行好 可怜可怜我 给我一只眼睛啦 说完 他跪在地上边 豪肚大哭起来 金龙 金龙慢慢地将他扶起 为难地说 我这只眼睛 我 我怎能没有一只眼的 那多不方便呢 谭德金板起了 臣妙弱狠狠地说 金龙 我想不到你会 那么亡因负义 见死不救的 金龙被他说到 面色装白 殷空 你有困难 我一定帮你 但是 你要我一只眼 你 你不用多说了 总之 你是忘恩负义 早知你是这样 我当初 还不如剃了你 拿来送烧酒来 金龙被谭德金 骂到一面屁 他就心想 没了一只眼 还有一只 再叫梁珍 和我医治 我想 是可以重新生出来的 想到这里 他咬咬牙就说了 知恩不报 非君子 好 我就给你 谭德金阴贼贼地笑着 拿出一把尖刀 夹生 将金龙的一只眼睛 滑了去 金龙忍住痛 指了血 急忙离开 再说 这个谭德金 他拿了龙眼 兴兴兴地回到家 将它红烧了 和小老婆鱼肉 一人一半 就拿来下酒吃 他们边吃 他们边吃边吓吓大笑 哈哈哈哈 这次我们可以长生不老了 刚刚高兴完了一天 谭德金的小老婆 又对他说了 我们的宝贝仔 没有龙眼吃 不能够长生不老 那么 我们长生不老 又有什么用呢 于是 他又怂恿 谭德金 向金龙 要另一只龙眼 谭德金 早上又来到星湖 问金龙 索取紧有的 另外一只龙眼 他叫了金龙 出水之后 就编起大话来了 但是 今时不同往日了 金龙 已经从七星的口中 知道了 谭德金的所作所为 于是 一见谭德金来 要自己紧有的一只眼 就起到怒火逃争 一口拒绝了 谭德金见金龙 这次不给 他卑鄙无耻的本色 终于露了出来了 他恶狠狠地说 你 你不给我龙眼是吧 我 我就将我出钱收的 那段星湖蹄为 再不给 我就一日杀一个奸奴 反正我家里有的事 直到你给我为止 各位 谭德金这次 究竟有没有拿到龙眼呢 欲之后事如何 且令下回分解 拜拜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